毛芋头大量的上市 它呈生褐色、圆形 表面不光滑 外皮有长短不一的毛刺 就像体内生长的肿瘤 虽然外形看起来有点丑 但是药用价值却是很高 小小芋头就能防治百病 第一,消肿抗瘤 毛芋头中富含丰富的粘液蛋白 能产生免疫球蛋白 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可作为防治肿瘤的常用主食 在癌症的手术后 或者是术后放疗、化疗 及其康复的过程中 有辅助治疗的作用 第二,补中益气 芋头中含有丰富的粘液造素 及多种微量元素 能增进食欲 帮助消化 适用于神皮乏力 精神萎靡 气短多汗 反复感冒 过早衰老等 第三,防治痛风 芋头为碱性食品 能中和体内集虫的酸性物质 协调人体的酸碱平衡 能缓解痛风患者的 关节肿痛等症状 另外,中医认为 芋头为干腥、性贫 具有削罗散结 通便解毒 益气健品 天经易髓之功用 滇南本草中记载 芋头 芋头 致中气不足 酒服 不干肾 天经易髓 经常使用芋头 对于甲状腺结节 子宫肌瘤 卵巢囊肿 乳腺增生 皮下脂肪瘤 纤维瘤 干肾囊肿 慢性淋巴结 与各种的恶性肿瘤 有一定的预防和辅助治疗作用 如果您觉得美玲老师讲的芋头的内容 对您有用的话呢 可以帮我点一下 右下角的再看 也可以点一下 右上角的三个点 把它分享出去 让您的亲朋好友更坚固